家子公主男友A先生,留学时谢后的财阀公子,比小事归靠谱多了,日本王室狗血故事也不少,自从真子公主出嫁后,风波就没有平息过,妻子妃一直野心勃勃,希望幽人亲王可以继位,自己也可以超过雅子皇后,但是孩子们显然不够配合,家子公主的神秘男友曝光,留学时后认识的财阀公子,比小事归真是靠谱多了,都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,家子公主现在已经27岁, 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,妻子妃膝下有两个女儿,大女儿在真子公主已经出嫁,小女儿家子的恋情也被外媒曝光,家子被誉为日本王室最美公主,一言一行备受瞩目,如今恋情曝光迅速冲上热搜,有了真子公主的前车之箭,妻子妃对家子公主严加管教,但是恋情还是浮出水面,小事归显然不堪大任,如今真子公主爆出要回国的消息,大家也为家子公主捏了一把汗, 其实早在两年前,家子公主接受周刊女性杂志采访的时候,就承认自己有了对象,大约五年前家子公主来到丽兹大学留学,当时邂逅了某位财阀公子A,并且被拍到一起约会的照片,在丽兹大学留学的餐厅里,家子公主和A先生相谈甚欢,并且双方的互动也很亲密, 之后日本媒体迅速行动起来,把A先生的背景调查了各地朝天,A先生长得很像日本明星东出昌大,比家子公主小两级,是妥妥的财阀贵公子,毕业后并没找工作,而是来到家族企业中就职,成为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,目前A先生准备进军IT行业,并且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公司,事业版图不断扩大,甚至还在东京设立了事务所, 据说开发的软件已经开始销售,并且在业内获得一致好评,A先生的事业心很强,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经营好公司,比其他顽固富二代强多了,双方已经交往了两年多,期间A先生没有爆出任何绯闻,跟家子公主一直甜蜜恩爱,难怪不少网友纷纷表示,A先生是完美的结婚对象,王氏对这位准驸马也很满意,但是当记者采访家子公主的时候,表示回国后双方并没有频繁联系, 这一点令人大跌眼镜,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,A先生虽然彬彬有理,但是却没有透露太多细节,可见A先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,在婚事没有谈妥的时候,并不愿意借家子公主炒作,学生时代的A先生就很优秀,风险管理和应变能力一流,跟家子公主真是郎才女貌,家子公主没有姐姐那么叛逆,只想找个白马王子结婚,婚后过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,但是日本不少媒体却分析, 去年大家的关注点都在真子公主身上,事实上家子公主也好事将近,只要能够得到王室的肯定,这桩婚事就八九不离时,粉丝们也举双手赞成,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姐姐和小事归婚后出现财务危机,现在不得不回王室肯老,还是家子公主看男人的眼光独到选择了一个财阀公子,不用为未来的生活发愁, 31岁的真子公主身陷淋雨,签证到妻后面临驱赶,而家子公主却还在谈着甜甜的恋爱,只能说结婚对象真的很重要,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,这句至理名言放在日本王室同样适用,继子妃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,不光想让幽人亲王继位,也想利用两个女儿的婚事大作文章,但是现在不光真子公主不配合,家子公主也忙着逃离王室,看来王室真是一座黄金牢笼, 一种风流倜傍又相貌堂堂,关键家族庞大实力雄厚,比小事归真的靠谱多了,有了真子公主的前车之鉴,家子公主对待婚恋的态度,极其谨慎,没有板上钉钉的时候绝对不会走漏风生,家子公主的美貌令人垂涎三尺,想必除了A先生之外,还有其他男士的追求,真子公主是个典型的恋爱脑,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,家子公主显然更加精明,虽然是异母同胞的亲姐妹,但是选择不同的婚姻, 未来就会踏上不同的道路,大家都为真子公主扼腕叹息,因此也会规劝家子公主一定要擦亮眼睛,因为婚姻对女人来说是终身的事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